传说很久很久以前,神明留下奇迹,云梦泽一巨目而生,被天穷笼罩,九大神巫各司其职,庇护着这片隐秘的土地,神巫中有带来繁荣和衰败,日时亲临的东皇太医。 高飞流云之上,巡查天穷,调遣气候的云中军,但今天要说的这位,一事而独立,只与灵魂大交道,大司命,居忘忧沼泽,护云梦众生。 故人命喜有当,属离河喜可为。 云梦生灵相信,当行至中途,会在思命大人的引领下,前往天生墓,迎接新生。 守护归缺,是沉甸甸的使命。 思命大人常年独来独往,不喜不悲,冷静疏离。 远远关缺,直敲得出,是个青年人的模样和身形。 从未有人见过他面具下的脸,那双冰冷冷的一桶一扫,就算周围有好奇通苗的目光,也顿时大消了大半。 思命大人引领灵魂时,会挥动手中武器,割上悬挂的乌灵作响,精飘带舞,神秘庄重。 听,远处传来乌灵与歌名,想必是思命大人又在寻行了。 作战之时,思命大人挥动武器,生成魂链,连接敌方目标。 还能直歌划开一条通路,无视地形,穿梭其间。 千万不要触碰思命大人创建的领域,若若踏弱,不仅会被赋予印记,还会被魂链追击。 当神无之力全开,思命大人可凝聚敌方灵体,协助自身作战。 在此期间,冷酷收割残险。 纵然事事无常,但只要有思命大人在,云梦之人便坚信,来去可安。 忘忧沼泽泽,夜净如水,万来无生。 思命大人无情冰冷的面具下,是否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牵挂? 千万不要,假如眶恢复你,你会不知她。 现在就不知我。 我们试试,我们想起来。 只不知我,你会不知她。